香班们的蛋糕先先出炉 而这些都是出自社区志工妈妈的手 在烘焙老师的指导下 产品有模有样 让人失职大动 由于制作过程纯手工 讲求天然 制作出的糕点非常可口 深受民众喜爱 经常供不应求 教社区的一些妈妈 做一些面包 饼干 蛋糕 我们刚开始会先用简单的 然后尽量是找天然的东西 然后像我们要打发 我们尽量都是加柠檬汁 我们不加泡打粉 然后吃起来比较健康 就可以增加一点 我们社区的收入这样 那他们回去之后 也可以自己手做 跟家人分享这样 为了增加社区的裁员 炒囤南普社区 特别开设烘焙课程 制成的成品也拿来贩售 希望借由增加社区自筹裁员 让社区有更多经费 办理社会福利工作 那也要感谢老师们 跟社会这些志工们 因为社区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需要很多经费 那经费的话 光靠工部门补助是不够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 各发来争取这个裁员 然后我们就是要发展自己的产业 那有产业以后 我们才会有经费的来源 才能够让社区能够得到 更大的服务 以及更大的福利 老师详细解说蛋糕的做法及步骤 大家认真专注地聆听 经过长时间的学习 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 到现在可以烤出香噴噴又好吃的蛋糕点心 刚开始是很麻烦 现在不会了 就慢慢地烤 像这都慢慢来 现在都听得清楚 现在都会消化 我们大家都烤得很高兴 现在大家都有信心 因为我们很做很买 我们这都没发生 都很清晰就对了 应该那个小细节会比较注意到 因为我们以前是看网络 教的不一定很稳 有的真的会失败 很难吃 我们这个老师就很好 没有加一些泡打粉 什么花笑的 那些就没有了 社区开办红焙课程 不仅能够学习各种中期式糕点的制作技巧 还能确保吃的安全 同时也可以结合地方农产业进行研发 丰富的课程 让社区志工妈妈们学得很开心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导 这一期的课程 我们下期再见